今天我们聊一下汪精卫是怎么当上汉奸的 1937年7月7日 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响 全面抗战正式爆发 抗战爆发后不久 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陶西盛、梅斯平等 这些个软骨头彼此联系 然后成立了一个叫低调俱乐部的组织 并提出了一个观点 只要中日开战中国必亡 这帮货专门跟政府对着干 只要是政府提出的抗日政策 这帮别犊子都反对 不光反对还跟日本帝国主义眉来眼去 还发起了一个让中国人不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和平运动 小鬼子都打上门了 你们这帮软骨头 如果帮不上忙 就一边凉快去 别捣乱呢 怎么的 当汉奸、走狗、卖国贼 是你们一生的追求吗 你怎么不死去呢 小鬼子不老是在家逮着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杀人、放火、开枪、扔毒气 中国人民不招宰、不惹祸、消停在家逮着 挺和平的 虽然我们当时挺穷 但是我们可以自力更生奔小康啊 小鬼子这帮强盗翻了墙头 进了咱家 杀人、放火 你让善良的中国人民向强盗表示和平 为什么强盗不能放下秃刀 立地成佛呢 这还有天理了吗 咱们先看看啊 日本人给出的和平条件是什么 汪精卫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这个汪精卫到底是在耍什么鬼名堂 在当时啊 松户会战正打的是昏天暗地 热火朝天的时候 中国军民团结一致 不怕牺牲 跟日本帝国主义死磕 但是这个日本人呢 特别喜欢装孙子 他们欺骗国际舆论 专门跟国联对着干 当时啊 国联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召开九国公约会议 这帮小鬼子在这个会议上 那真是舔个大脸说假话 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呀 那是中国军人挑衅在险 日本军人在被逼无奈下 才拿起枪入侵中国的 这帮瘪犊子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真是上坟骚作业 你不光是在糊弄鬼 你还在给鬼添堵 当时的中国军队啊 正在上海与日军展开雪战 那真是一寸三合一寸雪 寸土不让 一个阵地都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也不放弃 松户会战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呼唤正义 日本帝国主义正遭受全世界舆论的指责 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 正把日本帝国主义骂的是狗血淋头 中国政府啊 派出了国舅爷宋子文 参加了这个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 并向这个九国公约组织提出了 立刻停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但是啊这个九国公约组织啊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它就是列强的一个俱乐部 这个九国公约组织啊 也没少欺负咱们中国人 什么门户开放 机会军等 这些缺了八辈子大德的条约 都是这个组织提出来的 它可真不是什么好货 后来这个九国公约会议啊 屁用没有 它就是笼着耳朵摆设 我跟大家讲 混蛋的毛病啊 都是人们给灌出来的 小鬼子就是 到了1937年的11月21日 小鬼子在大举进攻上海的同时 还玩瘾的公开破坏九国公约会议 他们想直接找中国政府谈判 日本外相广田红毅 直接向德国驻日本大使表示 希望德国人呢能给日本人传个话 日本随时接受国民政府找日本谈判 只要你们答应我们拔向和平条约 我们立刻停火 这拔向条约的内容 那全是丧权辱国的 第一承认满洲国 第二在蒙古建立自治政府 第三在华北建立非武装区域 解决华北的经济利益问题和权力问题 第四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区域 由国际警察代为官吏 第五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一切抗日政策 实施我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提出的要求 第六协力防供 这里的供呢是指北边的苏联 第七降低关税 第八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力 蒋介石一看这拔向和平条约 大骂娘洗痞啊 小鬼子亡我之心不死啊 这个条件我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 那是要写进历史教科署的 我老蒋就得背上千古骂名 成为历史和民族的罪人 我们家祖宗十八代都得被后世子孙骂得勇士不得超声 这个条件我绝不答应 小鬼子啥话别说 老子就是要抗战到底 老蒋看得明白 他是不想当这个民族的罪人 但是有人看不明白 这个看不明白的人就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 这个时候的汪精卫呀 不光自己有了当汉奸的打算 他还想组个团一起当汉奸 他想联络云南的龙云 四川的实力人物刘文辉 还有广东的大佬张发奎 并且这个汪精卫早就早人给日本人带了话 声称自己已经联络好了四川 云南 贵州 西康和广东 组成反奖联盟 拥护日本人的和平协议 就在全国人民拼死抗战 积极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 这帮败类竟然跟人民对着干 到了1938年的1月11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四面的根本方针 这个方针特别的缺心眼 几乎是一帮弱智制定的 日本政府在这个规定里说 如果国民政府再不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 日本政府从今以后不再承认国民政府 即不以作为谈判对手 他们将扶持一个新的中央政府 并且与这个新的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这个玩法呀 特别的搞 先练一个大号 然后呢再练一个小号 让这个大号和小号不停的打 玩左右互搏 你这是自害呀 几个菜呀 把你们喝成这样 小鬼子 对这个新政府的领导人的人选嘛 最开始定的是唐绍仪 毕竟人家是民国第一任的内阁总理 但是这个唐绍仪啊 跟日本人没来远去的时候 就被军统的代理给做掉了 后来小鬼子又看上了直系大帅吴佩福 这个吴佩福啊 直接把小鬼子给忽悠取悦了 他在小鬼子那是骗吃骗喝 但是什么事都不答应小鬼子 最后小鬼子咽不下这口气 找了一个看牙的机会 把吴大帅给做掉了 正在小鬼子一筹莫展的时候 正筹没人交 天上掉下个年豆宝 汪精卫头怀送抱 这一下把小鬼子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来了一个这么大的人物 而且主动当汉奸 汪精卫啊 可以说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 这个来头和这个影响力 比前面那二位强太多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唐绍仪和吴佩福 拿今天的话来说 那就是两个过气球员 而且退役多年 说白了 也就是一个吉祥物 汪精卫就不一样了 汪精卫是带着国民党二号人物 这个职位来的 年富力强正是当打之年 而且是超级明星 那不是内马尔 也得是姆巴佩 C罗和梅西也比不上啊 这二位严丑子也要退役了 而且汪精卫是带着团队来的 小日本啊 对这个汪精卫领导的低调俱乐部很感兴趣 严丑子这两边就要狼狈为奸了 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德力小弟周佛海派出了高宗武去香港跟日本特务接头 把汪精卫的意思向日本人说明白 这个高宗武啊也是倒霉锤的 遭了天谴了 一到香港就得了肺结核 以后啊缺德的事得少干 这个时候汪精卫直接派梅思平去上海跟日本特务接头 说到这个梅思平啊 那真不是一班二班战士 这个货呀 跟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当年这个货是五四的一员猛将 五四爱国运动的时候 这个货是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 赵家楼那把火就是这个货点的 外交大臣张忠祥也是这个货打的 当年口口声声的骂张忠祥是卖国贼 但是日本鬼子打出来之后 张忠祥并没有当汉奸 这货还挺有骨气 但是当年打的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 怂了货真价实的大汉奸 这个世界上啊就有这么点事 耐人寻味 真不禁琢磨 这个看人啊 你别看他说什么 你只能看他做什么 打嘴炮扯淡 谁都会 从1938年的8月29日到9月5日 这个梅思平啊 跟日本特务松本重制 进行了五次会谈 最后达成了一致 这个梅思平啊 跟日本人签署这个和平协议 跟和平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老百姓的死活他也不在乎 他只在乎他自己那顶乌纱帽 这货呀那是明知做贼男 偏向贼我转 这货心里明白 他呀要是留在抗日队伍里 没有前途 当时啊老蒋看这货也是一个庸才 就把他安排到江苏省 江宁实验县当了一个县长 就是一个欺品怎么管 这货觉得自己啊 那是怀才不遇 报国无门了 当一个县长没啥意思 抗战爆发以后 他认为他不是老蒋的嫡系 很难苟且偷生 国家战败当王国奴 不如在战败之前投降日本人 抢得先机 让皇军给自己一个高官厚禄 吃死也得赶个热乎的不是吗 所以这货呀是上窜下跳 紧忙活 这个时候 这个货呀和日本特务制定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把汪精卫从重庆给捞出来 并且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下一眼 脱离国民政府 第二步汪精卫以个人的名义 响应日本人提出的和平倡议 并要求国民政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 第三步 让云南四川西抗广东 这些地方的实力派 响应汪精卫提出的和平号召 第四步 汪精卫建立新的国民政府 并且与日本人展开和平谈判 响应日本人提出的条件 第五步 在日本人的帮助下 新政府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 到了1938年11月20日 这个梅思平和病好了的高东武 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元贤二 并在特务机构崇光堂 举行了正式签字仪式 并将这个新装修的崇光堂 交给了营佐针召 这个货是日本陆军省的军务科长 后来成为了大特务头子 他这个特务机构 就是为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提供情报的 后来这个崇光堂就改名为梅机馆 从此这个梅机馆和76号就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干上了 双方制定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就等着汪精卫千字画雅了 现在这个梅机馆的头等任务 就是把汪精卫从重庆给他偷渡出来 这么些年来啊 这个汪精卫和蒋介石为了争夺国民党的大权 已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但是呢这个汪精卫啊 只会打嘴炮 他是个文人 这个老蒋啊 那是打真炮的 他是个军人 秀才遇到饼 有理说不清 所以这些年来 汪精卫跟老蒋的斗争中就败下阵来 但是汪精卫他不放弃 这一把他想通过日本人把国民党的大位给拿下来 按照原来的计划 汪精卫是想在12月8号这一天去昆明或者去成都进行抗日演讲 只要离开重庆 那就万事大吉了 这个时候的老蒋啊 正在前线进行指挥作战 重庆没有老蒋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 那就谁也拦不住他了 汪精卫啊 想的挺美 他作为国民党的元老 而且是孙中山最信任的小弟 只要他振臂一虎 国民党其他大佬和地方实力派都会拥护在他的旗子下 老蒋啊 一向阴险狡诈 排除异己 不得人心 这些地方实力派啊 受他的气啊 受够了 所以汪精卫认为啊 他自己发起和平运动 建立新政府 那是顺理成长天经地义的事 他认为除了共产党和少数几个地方军阀 大部分的国民党和地方实力派都会响应他的和平运动 在国际上也会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 这货呀 真是想瞎了心了 一想天开 汪精卫的这些活动啊 老蒋也有所耳闻 那个军统和中统啊 不是吃赶饭的 戴笠呀 那也是人中极品 但是老蒋整不明白 这个汪精卫和日本人到底勾搭到什么程度了 于是老蒋在12月7号 就是汪精卫离开重庆的前一天 坐飞机回到了重庆 并且当夜就派陈布雷去汪精卫家 探探口风 当汪精卫听说老蒋已经回到了重庆 这个陈布雷连夜来访 整的汪精卫差点没吓尿了 心里都是一许呀 但是汪精卫毕竟是官场老手 整的是滴水不漏 跟陈布雷玩上了太极推手 这个陈布雷在汪精卫的公馆 什么也没得到 灰溜溜的就走了 就这样原来的计划被取消了 汪精卫又多在重庆待了十天 到了12月18日 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天老蒋有一个活动 要去特别行营发表训话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二号人 所以老蒋的训话 汪精卫是可以不参加的 没必要听你训我 趁此机会 汪精卫派人在交通部次长手里 买了几张机票去昆明的机票 于是在18日上午9点 带着老婆陈碧君和一堆家属 还有那帮小弟们 上了飞机去了昆明 汪精卫觉得到了昆明 他也不安全 昆明啊满大街都是蒋介石的特务 所以到了19号 汪精卫带着这一伙的人 去了越南的河内 他给蒋介石的口信是说 昆明啊高原反应 我有点受不了了 我去河内住两天 蒋介石啊有点明白过来 汪精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然后汪精卫就给云南的龙云 四川的刘文辉 广东的张发奎的发电报 把他们拉下水 汪精卫啊是一手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民族一致抗日这杆大旗撕得粉粉碎 但是这些地方实力派真正是把汪精卫给算了 首先是这个云南王龙云 龙云跟老蒋有矛盾 那是不争的事实 老蒋呢也是千方百计的想占领云南 因为当时啊中国抗日战争 东南沿海地区全被日本人占领了 所以国民政府唯一的输血管就是那个滇缅公路 但是滇缅公路这一头的云南是控制在龙云手里的 这是老蒋的最后一根输血管了 这根输血管转在龙云手里 老蒋数时不安 这个事呢龙云也看出来了 别看这个龙云是一个地方军阀 但人家毕竟是一个爱国军人 跟你汪精卫拉过啊那是权宜之计是想制衡老蒋 但你汪精卫真当了汉奸 我龙云呢虽然是地方军阀 但我也是要脸的投敌卖国当汉奸 我龙云呢是万万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龙云就向蒋介石交了死点 而且云南周围的这帮军阀呀都是积极抗日的 尤其是广西军阀 李宗仁和白重喜抗日的觉醒非常坚决 然后这个龙云四川的刘文辉 广东的张发奎就把汪精卫给涮了 那可比涮羊肉还过瘾呢 汪精卫到了河内也是骑虎难下了 原来的那帮地方实力派一个个都弃他而去 日本人一看原来那帮人不是要跟你一起来吗 这回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和那个名存实亡的低调俱乐部 这个筹码就太轻了 你要是能带着部队来 那汪先生咱们有个谈你自己光个订来了 咱还谈啥呀 汪精卫逃到了河内让老蒋特别没面 老蒋啊也找了不少国民党内的大佬 希望汪精卫啊迷途知返 你只要不跟日本人合作 咱们俩的事儿好赏亮 但这个时候的汪精卫啊 是老蒋说什么他都不信了 这个时候的汪精卫来了个一不做二不朽 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 这个时候的汪精卫啊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对日的妥协政策 公开与重庆的抗日政府决裂 这封电报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燕电 这封燕电发出之后 没有一个地方实力派举其拥护汪精卫 反而招来是全国人民的一致骂声 云南四川两广贵州 没有一个人公开拥护他支持他 整的汪精卫特别尴尬 汪精卫啊原以为燕电一发出 这帮地方实力派大佬举着双手拥护汪精卫 来一个反蒋联盟逼迫蒋介石下野 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头号人物 然后对日本进行妥协 中国的地面上就是他汪精卫说了算了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太骨感 当时的中国人呢已经有了国家的思想 全民族抗日那是主流 汪精卫你这是倒行逆史 日本人对汪精卫的态度也变了 原来是支持汪精卫建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 然后呢这个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是平等的 但是小日本也不傻 谈判是需要本钱的 现在你汪精卫就是光个定跟我谈判 你拿什么作为筹码呀 所以这个政府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政府 汪精卫成了日本人的吉祥物了 汪精卫一下子就骑虎难下了 在河内汪精卫已经被日本特务给控制住了 他想再回国那都难了 老蒋在日记里把汪精卫骂了个狗血淋头啊 第一说他是糊涂蛋 第二说他寡怜贤耻 老蒋对汪精卫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拉拢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只能找戴笠把汪精卫给我做掉 老蒋认为啊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啊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在今后的抗日战争中 如果对国军造成了不利 或遇到了困难 国民党内啊是有一帮没骨头的人的 这帮人很有可能放弃蒋介石投奔汪精卫 这个事儿在后来真让老蒋说中了 所以老蒋的目的很简单 让戴笠派人把汪精卫给我做掉 戴笠啊是不敢怠慢的 他是亲自坐镇指挥 带了军统内的超级杀手王天墓和赵立军 后来又找来了陈公树 这帮人啊那是一顿紧忙活呀 最后都窜到了汪精卫的卧室 对床上是一顿乱抢 但是当天睡在汪精卫床上的并不是汪精卫 而是曾宗明 这次刺杀任务失败了 日本特务一看加强了对汪精卫的保护工作 戴笠再下手就困难了 曾宗明之死一下子把汪精卫给整许了 河内不是九流之地 咱们得赶紧散 国内那些地方实力派那是去不成了 这帮人都是打嘴炮的货 一玩真格的全都许了 后来没办法 日本人派船把汪精卫接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的汪精卫 那就是骑虎难下了 日本人想怎么摆弄他就怎么摆弄他 从今往后汪精卫和日本人的谈判 那就不是对等的了 你手里没枪没人拿什么跟我谈判 谈判内容只有一个 让汪精卫这个伪政府啊 在排面上看来还有点样 也就是说当傀儡当的体面一点 到最后汪精卫回到了南京 成为了伪国民政府的主席 从此以后汪精卫这个名字 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走狗卖国贼 北京的汪精卫 启